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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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利用不齐言的上皮筋 也可以做出 这么样充满惊喜的作品 你们也来试试看吧 你也可以变成大夜寿家 我姐姐怎么还没有来 三位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是这样 我刚才很热情地 在跟一些小农的农夫们 在聊天 就忘记要跟你们谈美学了 真不好意思 我姐 你是去买菜吗 对啊 我刚才就是去逛小农市集 我超喜欢去逛小农市集的 你知道吗 因为可以认识好多的农夫 然后了解他们的这些 种菜的过程 跟了解这些蔬菜 来来来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有A菜 然后还有我买的小白菜 你们有跟妈妈去过小农市集吗 有 就是跟妈妈一起去买菜 有跟妈妈去买菜 是去小农市集买还是去市场 市场 市场 对 那买菜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就是觉得有趣 就是在跟那个农夫老板对话的时候 到菜市场的时候 跟老板对话的时候觉得很有趣 有趣的地方是在 就是有时候跟老板聊天 然后哈拉一下 哈拉一下 了解一下说他这些菜是什么菜啊 这样子 然后多少钱啊什么这样 那你们呢 娜希 像我很少和妈妈一起去 就是市场买菜 我们都直接去什么大润发那边买 卖场 对 卖场 然后可是我们在买花的时候 反而会就是去像那种地方 然后跟那些种花的人一起聊天 那我想问 为什么特别买花的时候 会想要到这些地方 然后跟他们聊天 那都聊什么 就聊那个花的特性啊 然后要怎么去顾它 那你呢 怡霖 我大概平均每周都会有一次 陪我妈妈去传统市场买菜 是 然后因为我们喜欢去那边买菜 就是去那边买菜 那个菜就比较新鲜 而且比较脆 比较甜 其实你们的经验都很棒喔 不论是在一般的传统市场啊 或是在超市 还是说到小农市集 其实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如果我们近距离的 来接触这些农民朋友们 就可以更了解说 我们买的是什么样的蔬菜 还是买了什么样的植物 什么样的花 那更可以呢 从中去了解到说 这个它有哪些的营养价值啊 还有这些农夫们 他们在耕作的这个过程 是如何的辛苦的 所以吃起来这些蔬菜啊 或是欣赏的这些植物 看起来都会特别的有感觉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 想要来跟你们聊的喔 像我们要贴近农夫啊 还有要效仿农夫 有这样子的这种精神 其实呢 有一位画家 他就是这样喔 超级棒的 来 让你们看一下 他是米勒 你们看到 他呢 是称为田园画家 农民画家 米勒啊 他其实 一家人呢 世代都是在务农的 他是在一个务农的环境来 环境之下来长大的 那从小呢 他就是常常都会帮忙农作啊 所以他很能够体会到喔 就是这个农民啊 在农田之间的这种辛苦 那之后呢 他就开始很努力的 用工啊 学习啊 上课 读书啊 结果呢 他就得到了奖学金 那他有了奖学金之后呢 他就想说 他想要前往巴黎 去好好的呢 看看能不能改变喔 他以往就是 家里面都给人家感觉 是这种农夫啊 这种农民啊 这种辛苦的这种角色 所以他想要改变一下 于是呢 他就到了巴黎 去学习画画 那他到巴黎学习画画之后呢 他也发现说 可能因为是从小务农的关系啊 所以让他的个性喔 其实在巴黎来讲 他有一点格格不入 之后他在巴黎就认识了 他的第一任妻子 是保林奥洛 米勒跟他结婚了三年之后呢 他就因病过世了 于是呢 他就决定 他想要回家乡一下 那他回了家乡之后呢 他就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也就是卢梅尔 卢梅尔啊 他就是非常的淳朴中心 而且他刻苦耐劳 而且呢 他帮米勒生了好多的小孩子 但是呢 米勒为了啊 要来 让他们的这个生活呢 能够过得好一些 所以他就开始决定说 那他应该要画一些画作 但是呢 好像这个卖出来的价格啊 都不尽理想 就没有这么好 对 所以呢 后来一直到有一次喔 他们就跟了朋友 到了这个法国的南边 也就是巴比松 他们到了这个地方来度假 到了这个地方度假的时候呢 米勒就突然发现 哇 巴比松的这个地方 他就是一个田园 一个乡间的感觉 突然让他 唤起了他很多童年的这些记忆 于是他就决定 我还是很爱 我的这个童年的生活 也就是乡村农田的 这种生活的感觉 好 讲到了这边喔 我想要来问问三位 你们对于 一般我们看到农村 有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毕竟你们现在应该都是 就是生长在都市的孩子 对不对 好 那你先说林佑 就是对于农田就是觉得 可能是就是生长在都市的关系 可能就觉得有点就是 不是很干净 不是很干净 会怕一些就是生物 像是 对 比如说果蝇 或者是其他的昆虫 对 或者是一些动物 真的啊 有吃过的经验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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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让你感觉 可能就是比较遥远 对 的一个地方 好 那你们呢 有没有去过农村啊 乡村啊 乡村啊的这种经验 有 而且我觉得很新鲜 而且因为那边 毕竟植物比较多嘛 而且空气也比较新鲜 而且有许多很不一样的生物 然后在都市都比较少见 然后就觉得 天哪 这边很赞 你觉得这边很赞 就是看到那些农村啊 的这种环境 生活 让你是很喜欢的 那你呢 其实我也还蛮喜欢的 就是他们都住得很淳朴 然后人跟人之间 就假设是邻居 我觉得他们感情也很好 好 那回过来讲米勒 后来呢 他不是就去 这个巴比松这个地方度假吗 他就觉得说 哇 他真的很喜欢 很向往这种田园生活 于是你知道吗 他就决定了 举家搬到了巴比松来住喔 对 那我们再来看看 他的其他作品好不好 好 因此呢 他这些作品啊 就开始有一些农作的作品 就开始诞生了 这是1850年米勒的波仲者 波仲者呢 的确就像你现在这样子看到了 其实米勒啊 他移居到了这个巴比松之后 这是他首次描绘 对 就是这个农夫们 他们在劳动的一个经典的作品 那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后啊 其实人啊 跟环境之间 在法国当时候呢 这个环境其实都 并不是很好 而且大家 人们之间的关系 都是相当紧张的 那这边呢 其实可以看到米勒他 藉由这一幅画 其实是一个农夫 他手抓的这个种子 然后好像要灰壁要洒向 洒向前方的感觉 这就是呢 其实米勒他在做的一个暗喻 他对未来的一种期望 他其实就是希望有很多的爱啊 然后充满了希望啊 欢乐啊 的这种感觉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幅 这一个是1857年米勒的作品《十岁》 你看看这幅画 其实这个光影啊 有没有觉得它勾勒得很好 好 其实你看 他们三位都是这样弯下身躯来 但是呢 他有做出了一个那种光线 好像是从哪个地方洒下来的 天上 像这个地方这样洒下来的感觉 洒在他们的肩上 那虽然身体是这样子弯腰的 但是其实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层次 好 其实在米勒他画的这一幅 十岁的作品当中 他想要来传达给大家的一个意念是 你看看这个辛苦的这些妇人们 她们弯下身来 而在捡的是剩下来的这些麦穗 也就是要提醒我们说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都要爱物习物 爱惜这片大地 不论这片大地呢 种植什么样的这些蔬果 食物 我们都要非常地珍惜 而且要充满感恩的心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幅 就是米勒11859年的丸岛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想要祷告的动机 其实就是他们看到了 听到了远方 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教堂 那教堂呢 其实他们在祷告的时间 或整点的时间会做敲钟声 会敲出钟声来 那就会提醒着他们说 可以来祷告了 那祷告什么呢 要感激这片大地 然后感谢上天 让他们可以这样子种植这些农作物 有这样子丰收 然后也有食物可以来吃 所以他们才做一个祷告的动作 就是做对一个大地的感谢 这个呢就是米勒他想要对于土地的感谢 要感激大地 让他们拥有一个这样子的环境 然后充满着喜悦的心情 好 那从我们刚才看到了这边 其实都看到了许多米勒他很经典的作品 那是有关于后来他对于就是 这种农田生活 画出来非常的有感觉 让他很有心得 那也因为他这样子的画作 其实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作家 很多伟大的画家们 其中有一位很伟大的画家 就特别喜欢学习他的作品 知道这位画家是谁吗 来给你们看看 范骨画了什么画来学习他 OK 好嘞 你们看 这个是米勒的作品 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播种者 好 你看看 这是范骨画出来的播种者 什么样的感觉 很像 很像 这一幅是午睡 这也是米勒很知名的作品 如果是这一幅觉得有差了吗 怎么样的感觉 范骨的很像童话里画出来的 很像童话里画出来的 我是觉得米勒的一样就是 天比较现实 跟现实比较像 比较像我们真的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画面 对 然后范骨的好像就是真的是用 就是在画画 那的确就有些人有说 米勒跟范骨 虽然同样是一幅这样子的画 画起来的人物跟背景 其实是相同的 但是却有不一样的诠释方式 那就有人说 因为米勒 他一直以来都是在充满着爱 还有在乡村的生活 都是他喜欢的地方 他爱的大地 他爱的家人 他的妻子 孩子都在他的身边 因此他在作品当中 其实所呈现出来的都是比较贴近真实的样貌 然后人物在公乐的这个线条上面 其实也都是比较柔和一些的 对 那我这样子说了之后 你们有没有更有一点感觉 所以你看范骨的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是相当的好 只是说有些人就会讲 因为范骨 毕竟它的生长过程 没有像米勒这么样的 充满着那么多的爱 还有这种喜悦欢乐感激的心在里头 所以有些人就在说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 让范骨跟米勒的画 才会有这样的区隔 所以其实米勒对于后代很多的画家来讲 是影响非常深的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要好好的来和米勒致敬一下 来学习他的田园生活 也许我们不能像范骨一样 画出这么伟大的画作 但是我们也可以来揣摩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阶段 好的 三位小主播 为了我们要向米勒来致敬 要效仿他这样子爱护这片大地 珍惜所有的资源 不浪费食物 因此我们就从我们平常 其实妈妈在处理这些蔬菜水果的时候 难免都会有一些切除掉剩余的部分 那我们就用这些切除掉的蔬菜或是水果 然后来做拓印 用拓印的方法来画出一个作品 向米勒来致敬 来学习一下那种田园生活的感觉 当然我有请你们带一些蔬菜或水果 对不对 你们带的是什么 跟我分享 那我先 对 这个是洋葱的这个头 洋葱的这个地头 地头的部分 对 的确这会是我们切下来的位置 对 好 然后还有这个是 这个汤匙菜 汤匙菜 汤匙菜 对 汤匙菜 对 我知道它叫什么青江菜 是不是 这也是妈妈切下来的地方 对 然后还有秋葵 秋葵 前面的这个地方 这个 这里 对 所以秋葵你不但带了有整支完整的 那也有带就是切过的 对 因为这印起来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好 好 很棒 很好的分享 那你这边呢 娜希 我带的是 翻烂掉的 地瓜叶 地瓜叶 然后小白菜 小白菜 龙须菜 然后这是小黄瓜跟花椰菜 对 其实这几种的蔬菜 感觉重化起来的这种效果都会不太一样 对不对 因为它们的质地其实也不太相同 很好 好 那怡琳你呢 那其实我是以玉米笋为主 像这个就是玉米笋它头的地方的那个须须 把它切下来 然后这边是玉米笋 它有时候会有一些还没有长完全的小玉米笋 对 那也不能吃 所以就把它拿来当那个草的精 然后还有这也是地头 地头的部分 嗯 然后只有这个是那个花椰菜的梗 好 很棒 很棒 所以你看原本的这些都是 可能妈妈切掉之后就 就直接 不会再用到 不会再用到了 但我们今天呢来做这样的练习 是不是又更加的可以利用到的这些 我们食物们 是不是很棒 好 那我们就赶快来直接动手做看看 向米勒致敬 学习米勒珍惜大自然所给予的一切 感谢新谷种植农作物的农夫 我们可以利用家里 剩余不会食用的蔬果部位 像是青江菜的头部 洋葱切下来的根部 秋葵的地头 玉米须 还有老掉的菜叶等等 沾上颜料 在白纸上或是拓印或图画 就可以创作出心中最完美的一幅田园风景画 天啊 三位 你们好厉害喔 三位都是用蔬菜啊 像这样子下去作画 但那个呈现出来的感觉都不太相同 看来你们也都差不多了对不对 我们赶快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来 三位来到姐姐的旁边 你们看 这就是用我们剩余下来的蔬果 做出来的拓印成果 这是亭佑的 有没有看起来很厉害啊 只是利用简单的秋葵啊 还有汤匙菜啊 跟洋葱 然后下去做出来的成果就是这样子喔 而这边呢 娜希 来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用了小黄瓜 对不对 然后还有其他你所准备的这些蔬菜 然后做起来的 好漂亮喔 这就是你原本心里面的构想吗 大概的构想 大概的构想 那怡琳这边也是 来跟大家说说 你做的这个 为什么特别想要做这样子的话 因为是想到说玉米笋的叙叙 它画起来 草地的笔触应该感觉还不错 就是可以看到它一根一根草的样 哇 你看啊 用这样子的方法喔 其实那个草地啊 那种绿意盎然的感觉就非常的明显 这个方法是不是很棒呢 同学们 利用家里面剩余的这些蔬菜或水果啊 切下来本来准备要淘汰了 但是我们可以用拖印的方式 也来完成一个作品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喔 那我们再来看看米勒其他 更不一样的作品吧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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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完了米勒的作品之后 今天也这样子了解了 米勒这位田园作家 那让你们有什么样的心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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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米勒的作品 因为他的作品都能让我感觉到 就是很温馨 很和谐的感觉 然后我也很喜欢今天的蔬果创作 因为我真的意想不到 真的没有想到用蔬果也可以画出一幅画 而且就是跟那些毛笔不一样 就是能勾勒出不一样的特色 就是会有一种意外的惊喜的感觉 对不对 好 那婷佑呢 你觉得 我比较 我很喜欢米勒的画作 因为他是画一些就是牛瓜农民的 然后让我对 因为一开始说到有点怕 是 然后到现在就是想法有点改变 变得有点喜欢 真的吗 对 因为觉得就是 农田其实就是也蛮温馨 然后也是很美 因为看到你看她画作底下的这些农夫啊 其实就是非常爱这片大地的 对 会让你不一样的感觉 感官一下 很好 这是个很棒的收获 那依琳呢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 我们去做蔬果创作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们用的材料就是那些 可能我们平常不能够吃的那种部分来创作 然后它的笔触也会跟我们一般 用水彩笔画出来的感觉不大一样 所以也是一个画出来有小惊喜的感觉 让你特别喜欢 所以这些画要好好地珍藏起来 好 其实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位田园画家米勒 那她在1840年 其实到她逝世的时候 这三十多年之间 你们知道吗 她只有画了八十幅画 所以其实是很短的 她没有画很多的画 八十幅 在三十几年下来 可是为什么她只有画这八十幅画呢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米勒她就觉得她非常地尊敬这片大地 她要来荣耀所有的这些农人 这些农夫 农民 所以她就将这些一笔一画 她其实都是构思了很久 她想了很多很细微的地方 包括她的构图 还有她这个画面要怎么样地呈现 所以她的每一幅画呢 其实呈现出来的都是很有温度的 对 因为为了她想要来荣耀这些 所有的农民朋友们 也荣耀这片大地 让她有这样子这么好的环境 可以让她生活着 是不是很有意义 所以之后啊 如果你们再跟着妈妈 不管是到市场啊 还是去小农市骑或者是超市 其实拿到这些蔬果的时候 应该会更有感触 好 希望今天对你们来说都很有收获 谢谢你们来 小主播看天下 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